第七百零五章 不择手段都要弄到手 水晶灯打下一地璀璨奢华的光芒 诺大的艳客厅里 优雅的乐声和各色香气美食缠绕 站在转角的柱子后 芸汐静默地打量着不远处的身影 从她的这个角度看过去 她可以清楚地看到 对方脸上的每个情绪 以及关注的焦点 乔西敏会出现在这个宴会 这让她有些意外 乔家不可能跟三大家族有牵连 三大家族地位太高 根本不屑跟他们往来 那她今天 必然是跟着四大豪门中 某些人一起过来的 乔家现在在京都开始斩头鹿角 已经在努力拉拢各方面的关系 今天的宴会 无疑是最好的机会 不论是三大家族还是四大豪门 在军政商三界的关系 都是整个京都 乃至整个军国最拔尖的 尤其是木甲 今天来的有军界 有政界 还有政界的人物 其他家族都想趁机高攀 更何况是 还没站稳脚跟的乔家 只是 让她没想到的是 这一年刚成年十八岁的乔西敏 她的目标 并不是韩耀天 韩耀天已经做完了宴会主持的开头演讲 接下来是三大名门的掌权人上来讲话 这是每年的惯例 也是一直以来尾压宴会的传统 按着掌右 霍亭霄是第一个 将成换第二 穆飞驰第三 霍亭霄一如既往的简单直接 说了一句话就下台了 速度 快得连她的喜怒哀乐都没看清楚 不过 芸汐倒是看到 不少霍家的主家成员和盘系亲戚 对于霍亭霄 梁博孤傲的性子 似乎有些不待见 看来 霍家内部 似乎并不如她想象的那么团结 将成换上台 画风突变 一扫霍亭霄的深沉 风趣幽默的说话方式 掳获了台下一众千金名媛的芳心 上一刻 还没从霍亭霄的冷傲中回神的千金们 这会儿 都被江二霍夺去了目光和注意力 果然 还是笑面虎更受欢迎 也更容易掩藏喜好 更让人琢磨不透 观察了好一会儿 芸汐发现 自始至终 乔西敏的视线 都没有从穆飞池身上移开 对于台上的韩耀天 亦或是霍家和江家的掌权人 他都是兴趣缺缺 他倒是没想到 当年 乔西敏第一个想要接近的人 不是韩耀天 而是军国少帅 穆飞汐 目标 如此明确 又毫不犹豫 果然很像乔西敏当年的刑事作风 认定的某个人 某件东西 不择手段 都要弄到手 隔着人群 他冷眼看着乔西敏 崇拜的魔光 随着穆飞池的转身而移动 最终 落在了台上 他不由地冷笑了声 乔西敏的品位 还是一如既往的独特 眼高于顶 一出手 盯准的目标 就是军国 最出色的男人 别的豪门千金 都不敢消想的大人物 他倒是有这个胆识 台上的男人 巨傲地站着 那股与生俱来的冷峻 高贵的气息 强烈地冲击着 在场所有人的视线 人群里年纪大一些的长辈 看着台上 出众卓绝的后生晚辈 彼此间 都会忍不住叹息一声 后生可畏 站在台上 木飞池淡淡扫了眼 台下众多宾客 深邃的黑眸 擒着锐利的金芒 在看到躲在角落 优势位置的身影的时候 他薄唇微钩 唇后 如同拉菲红酒般的嗓音 从麦克风里 缓缓透进香气浓郁的空气中 欢迎各位 出席一年一度的尾牙宴会 旧的一年过去 新一年开始 愿七个家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